欢迎回来 这里是圣诞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刚刚我们就特别提到了 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 实施的这样一个油价的上限 可以说对于全球能源市场 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 和福探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 上海能源和探中和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吴立波教授一块来继续探讨 吴教授您看近期国际油价出现疲软 那这周更是连连出现下挫 那为什么欧佩克家 它没有进一步来减产救市呢 其实对于减产限价这件事情 欧佩克的话 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对欧佩克来讲 它可容忍的这个最低价格 实际上从我们长期观察来讲 其实就是在60到80美元 这样一个区间当中 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 就是在这样一个区间当中的时候 一般欧佩克它不太会做出来 减产限价的这么一个措施 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一旦减产限价 其实对于欧佩克内部来讲 它的这样一个配额 本身的这样一个管制分配 也会面临很大的这个难题 而且也很难确保 因为各个国家 其实特别是欧佩克国家 他们因为有一个财政平衡的 这样一个约束 你让它去减产限价 那么它的这个财政收支平衡 就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所以它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 所以没有触及到 对它来讲 没有触及到一定的价格底线 它也不会轻易做出减产限价的措施 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得看到 就是欧佩克 其实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了 就是说如果油价过高 实际上是会大力的推进 那些替代能源的 这个开发和利用的 这个其实对于石油本身而讲 不是一个有利因素 而是一个不利因素 你比如说你这个煤制油 对吧 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清洁能源 制氢等等 就会大幅度的 这个经济性会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们说 这个减产线下的 这种双刃剑的政策 其实对它来讲 它也是要审慎地使用的 那吴教授 欧洲对于这个俄油 进一步的制裁 会不会导致俄油 全面退出欧洲市场呢 那美国会不会成为 这一场冲突当中 坐收鱼翁之力的这个人呢 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很多数字 就是说一个是 这个俄罗斯 它对于整个亚洲市场的倚重 其实已经在大幅度的上升了 对吧 你比如说中国 我们在今年的前十个月 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的这个原油 实际上比同比的话呢 上涨了近10% 对吧 然后我们也在好几个月 都成为了这个 这个就是对中国而言 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 最大的原油进口的来源国 对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其实不仅是中国了 整个亚洲市场 对于整个俄罗斯原油 进口的依赖程度 都在大幅度的上升 包括像印度啊 韩国啊 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那么这也就说明 就是说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肯定也是希望能够 在这场博弈当中呢 能够给自己增加砝码 所以它更多的去依赖亚洲市场 另外一方面你说 美国它是不是最大的赢家 这本来就是美国 它推动这样一场石油禁运的 最大的出发点之一 就是对于它来讲 美国烟油油气成功之后 它这个特别是它这个 美国的这个法律上 能够允许石油进行出口了之后 它一直在谋求 抢占俄罗斯的分隔 我刚才说 在这个烟油成功之前 其实俄罗斯是整个市场 供应的这样的一个边际 边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 那么它对市场的影响力 其实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它的这个米纳斯原油 这些乌拉尔原油 这个油品 在市场当中的价格影响力 近些年来也在不断的上升当中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美国它肯定是通过 这样的一个战争加原油的 这样的这个双刃剑 其实就是来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它自己 在国际原油市场当中的这个话语权 另外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实际上欧佩克 它对于美国政府 并不是言听计从的 其实拜登之前也希望欧佩克 它能够就是说在原油价格上 能够配合它的这个中期选举 但很显然欧佩克也没有 对它进行一个呼应 这就说明就是说 美国它在谋求全球原油市场当中的 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其实它还是会 遇到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的 因为大家其实还是希望 有一个多元的稳定的供应 谁都不希望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 那吴教授我们可以看 2022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彷徨很可能会成为 2023年有势的这样一个主旋律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说 这个全球需求都在出现放缓的 这个大背景之下 我们怎么来判断中国的 这个石油需求变化呢 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 不确定因素呢 我总体来看呢 第一个呢 我对中国的我们的这样一个 石油需求的这个持续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 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增长 我还是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主要我还是觉得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恢复 特别是这样一个双循环的 这样一个整个的经济增长的 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 在逐渐的进入到一个 更加健康的良性的 这样的一个持续增长的 这样的轨道上之后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在原油领域当中 这样一个需求 其实还是会上升的 而且我们中国现在不仅仅是说 我们的这个终端需求 我们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 原油的这样一个加工的 这样一个加工生产国 那么我们的这样一个原油进口 再加工也是我们重要的 这样一个产业的这个支柱 那么这方面的话呢 我相信随着这个疫情之后 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慢慢的复苏应该也会增加 那当然说能源市场 确实是给全球经济的复苏 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确定性的因素 你看欧盟它对于 能源价格飙升 对于它本身的这个 工业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打击 其实还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它因为利率上升 经济不确定性 在不断地增加 投资前景也不够乐观 而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导致 他们对于原油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萎缩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到明年 这个整个的第一季度当中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 从全球角度来看呢 原油的这个需求呢 还是会进入到一个增长的通道当中去 但是油价的这个大幅度的上升 我觉得倒不见得 因为毕竟来讲 就是今天不是像当年 我们去看这个上一次 这个乌克兰危机啊 再早的这个就是08年 金融危机之后 过一段时间 原油就会又进入到一个 上行的通道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 有不确定性的主要是取决于 一个是替代能源本身 在这几年的这个大幅度的 这样一个发展 特别是以这个电气化 这个包括交通建筑部门的 这样一个深度的电气化 包括轻能的这个大部分的利用 就是说油价它再次上涨 高企的这样一个通道 我觉得其实是不存在 你说再去涨到148美元一桶 这样的情景 我觉得很难再见 但是在这个就是 我们讲在这个60到80 乃至到100美元 这样一个区间徘徊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好 今天特别感谢 吴立波教授来的节目 当然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